洛建佑,看着林丹李宗伟长大,打法有点灵里混合 新加坡的世界与球锦标赛,新科南丹冠军洛建佑表示 他是看着与谈两大天王林丹,与李宗伟长大的 因此,也许他的打法是有点灵里的混合 洛建佑是在回应丹麦好手安东森对他的评价时 这么说,安东森是在本届试与赛南丹半决赛不敌洛建佑后 对于洛建佑的速度和球风表示惊讶 他说,他的速度非常快,他是我见过的速度最快的球员之一 他的一些招数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他打得很有信心,而且他在飞 对此,洛建佑被问到他对安东森的这些评价有何看法时 他大向后说道,我一直都是这样打球的 我真的不知道,我是看着李宗伟和林丹长大的 所以我是不是有点混搭 2021年12月19日,洛建佑首夺世界冠军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通过社交平台发文祝贺 24岁的洛建佑,是在今日的世界与球锦标赛南丹决赛 直落两局21比15,22比20战胜印度的斯里坎特 夺得世界冠军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文写着 祝贺洛建佑,在今年西班牙维尔瓦世界锦标赛夺得金牌 期待你接下来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,洛建佑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 小时候就经常和如今的马来西亚男单 一哥李子佳交手 13岁时,洛建佑被新加坡语协看中 被挖到新加坡体育学校就读 两年后他就获得新加坡国旗,正式代表新加坡队比赛